刚才跟大家分享了我觉得在欧洲旅行必备的十样东西 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些可能 就很多人来说不是必要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非常惯动的 第一个就是防晒 其实这次欧洲旅游我有拍一些照片跟视频上传到网上 然后很多人都问我你用什么粉底液 其实这次旅行我没有用粉底液 我用的是这一款防晒 给明明基用的防晒 完以后脸色肤色也是会变得比较透白一些的 如果说大家不是一定要拍一些什么高清大片的时候呢 涂一下这个 要去旅游你免不了的就是暴走 有可能太阳很大呀可能出汗比较多 还要涂粉底液的话反而会觉得很闷 这么多天下来我真的是很任性的去晒太阳 我晒到这种的脸的雀斑啊什么的都爆出来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开心 那防晒霜呢 我觉得它最大用处就是不要让我晒伤 我们每天如果这种长时间去接触紫外线的话 还是免不了会有一点斑爆出来 但是我觉得这是开心的雀斑 那我就不管了 我自己呢中间有一段时间呢 晒在脸上会起那种小皮 我刚好我朋友呢就有带这一款收立可的收护面膜 我也是第一次用这款面膜 但我真的觉得它在急救这一方面很管用 当时我的脸就是已经晒得很红 还脱皮的情况用它 我就真的觉得它很管用 它对于恢复就收红 就你皮肤泛红了明明晒伤了以后去用的话 你会立刻看得到那个效果很不错 然后脸呢你会感觉本来是有点小疙瘩起皮的 用完以后脸都是滑滑的 但是如果说你的皮肤在一直在一个不错的状态的时候呢 你可能会觉得它很积累 一三样是我在家里面带出来的一个洗洁精 这个瓶子它不是洗洁精 我是拿一个空瓶子拿一点洗洁精出来 虽然说这么做就有点像那种阿婆会做的事情 有很多的东西真的是需要用到洗洁精的 比方说我带的这个便写式的一个杯子 也不可能这么多天都不洗它吧 对不对 那还是得洗一下 我的牙套需要洗洁精来洗 在这个旅程里面 如果你带到一些自家的筷子啊杯子啊 你都可以用来清洁 也不是特别这样空间 还有一个呢就是洗衣液 我想说的是 现在不是说去一个七天的旅游 我是去了一个二十一天的旅游 所以我没有带那么多套衣服 所以有些衣服是一定要洗的 比方说一些打底的内衣 还有就是袜子 不会自己带背这种的洗衣液去洗它 那你看我这个洗衣液 我只是用了那么一点点 结果不是经常洗衣服 那有些时候 打个比方我跟我朋友去吃一顿火锅 那整套衣服那个味道是很难接受的 你不可能明天还穿着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 拿这个洗衣液来洗 然后袜子你也不可能带那么多 粉丝曾经也在小木树上面问我说 如果去那么多天旅游 怎么办啊 那些衣服 也不可能带那么多衣服呀 那怎么洗衣服 其实在欧洲有很多地方 都有自住的洗衣店 我跟我朋友都没有去 那些自住的洗衣店去洗衣服 我跟他都是自己可能会 偶尔会洗一些自己的贴身的衣物 那没有真的拿去洗过 那我朋友呢 他直接是用酒店的肥皂用来洗的 也是一个挺好的option 是吧 卸妆水跟卸妆棉 我觉得是必须要带的 无论你化不化妆 都要带卸妆水跟卸妆棉 为什么呢 因为你需要卸防晒呀 防晒是一定要涂的 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还是要备着 如果说你自己的头发 是比较干的 尤其是我这种的染头发 染得比较密集的 比较干 所以我很少会用到 酒店里面的洗发水 用自己比较熟悉的会比较好了 你要维持你头发的状态的话 我会带很多护发的东西 比方说自己带的洗发水 我都是带那种旅行装 因为不是每天洗头发的 因为每天洗头发的话 确实头发会比较干 那我可能是隔天或是两天 会洗一次 那我自己呢 除了自己带洗发水以外 我还会带一些疏护的 这款呢 是我的染发师 推荐给我的一个疏护 丝滑扣的 丝染纹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conditioner去使用 用洗发水洗完头发以后 用这个涂发尾 然后停留一下下 按摩一会 然后就把它冲洗掉 那毛巾吸干完这个水分以后呢 就可以用这种发尾油 我发尾油鞋用好几款 然后这个是我这次带出来用的 因为它这个瓶 这个分量我就21天差不多 然后我也不是每天使用 在你施发的时候 涂在发尾上 然后再催头发 会比较柔顺 护发的东西呢 我还是建议自己在家里面 带出来使用 也不是说每个酒店的 他们选用的洗护套组 都适合你 所以你可以自己带 然后还有一点呢 就是牙线是一定要带的 尤其是如果你跟我一样 都是孤牙的朋友 在欧洲这边呢 他们不会给大家准备牙线 或者是牙签 需要自己自备 出来旅游 或者是我出差的时候 我都会带个蒸汽的眼罩 还有耳塞 这一款蒸汽眼罩 我建议跟大家推荐了很多遍 因为我觉得它很好用 这个柚子的香味 我的直播间也有给大家推荐过 还有就是一个3M的耳塞 有些时候你住的一些酒店 你不知道它的隔音好不好 所以你可以自备一对的 这种的耳塞 可以保障自己的睡眠的质量 还有跟大家要分享一个 香薰的护衣碰雾 这个也是我直播间的瓶 那你看我真的一大瓶的 带出来使用了 带出来的时候应该还剩半瓶左右吧 那我知道我肯定会用得上它 住酒店的时候 我会用它用来喷 枕头套啊 背套啊这些东西 那我还会用来喷衣服 那如果有一件衣服 你可能会穿两天三天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护衣喷雾 你可以把整件衣服 喷一次以后就把它晾干 第二天呢 你闻到那个味道 就好像是你刚刚洗完的 衣服的那种味道 也不只是只有香味啊 它还可以除满 可以杀菌 从味道方面就让你很安心 而且它都是植物精粹的 它的有效依据率是99.9% 面满率是100% 然后什么枕头套啊 背套啊 还有一些衣服 你都可以用得着 还有一瓶白鼠微草的碰雾 如果你要去一个长时间的旅游 你可能要换很多不同的酒店 那有些时候 如果你遇到一个酒店房间 是让你会感觉 感觉不太舒服呀 或者感觉它比较阴暗啊 阳光不是经常能照到的房间 你就可以用这个白鼠微草的碰雾 去盆洒在一些角落 包括你自己 如果你觉得那当天不叫为什么 就是那个能量有点低啊 你就可以 看一下自己 这个 懂的人会懂 进化一下 这个瓷场 找不了的就是 背药 这一次呢 其实我今天也背的 一些肠胃的药 没想到我这一次 不是肠胃的问题 我们这个旅程的最后一站 就是白萨努娜 就是现在我们身处的这个地方 幸好我是这两天 才开始感觉到不舒服 生日到天晚上 晚上回酒店以后 都开始感觉喉咙不舒服 一二天呢就开始感觉到肌肉酸痛了 可能有点头疼了 有点发烧 在这个时候就幸亏 又背上一点药 然后我朋友有带头痛伞 然后我自己呢 在西班牙的药店去买了一些药 红发炎啊这种的 红不痛啊 就这个 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去旅游的时候的一个好帮手 大家都知道每个酒店 它的灯光啊都不能确定好跟不好 如果有一些需要化妆的女孩子 真的建议你试一下这个镜子 除了它是一个便写式的一个镜子 它这个可以用来放一些化妆品以外 它还可以做一个磁吸 吸在上面 当你手提的时候也可以 因为它后面还有一个把手 我喜欢它是因为它的这个灯啊 它是有很多不同的亮度的可以调色 然后这个灯是一个比较自然的灯光 无论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底下 你都可以化出一个自然的妆 你那个灯光如果太暗的话 你可能会太过重手 有一个缺点就是 行李过关的时候 寄仓的话呢 它会它会让你把行李箱打开 检查 它是个充电的耐电磁 这个是它唯一的一个bug 希望这期的视频对大家都是有用的 拜拜